任嘉伦 娱乐圈当下的实力派当红小生之一 因为颜值高 适合古装也适合现代装 同时演技表现也非常好 所以现如今的任嘉伦 人气和流量号召力都非常的强悍 观众员也位于娱乐圈的前列 所以近期任嘉伦的新剧《暮色新约》一开机 就引发了很多观众的期待 《暮色新约》是知名小说改编 女主是顶流花旦杨颖 再加上悬疑小说男作家和女心理咨询师的人设 所以备受期待 杨颖虽然演技口碑一直不稳定 但美貌却是屋容置疑 再加上任嘉伦的高颜值 让整部剧非常赏心悦目 不过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暮色新约》刚开机就引发了很大的争议 如图所示 在《暮色新约》的拍摄现场 粉丝围堵拍照 那么小的地方被围堵得水泄不通 用人山人海来形容也不为过 但这是拍摄现场不是旅游圣地 这么多的粉丝拿着手机疯狂拍照 肯定会影响到演员的表演状态 如你所见 因为现场环境不得不停下来的任嘉伦 双手插腰一脸无奈 看着镜头也不知道说什么 重点是 这些围堵拍照的人 也不只是粉丝 还有很多代拍 而这些人不仅在拍摄现场被围堵 任嘉伦上下班的途中也被围堵得水泄不通 因为围堵的人太多 导致任嘉伦不得不出动更多的保安 来保证正常的上下班 在这个关键时期 如此聚集已经是很不好的影响了 再加上人数太多 导致任嘉伦保安增多 这样的视频流传出去 不知道任嘉伦又会受到什么样的吐槽 剧组拍戏会被围观很正常 尤其是有很多当红明星的情况下 但对于这种情况 剧组一般都会采取对应的措施 保证演员能够正常演戏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直接放任不管 让代拍和粉丝影响到演员的状态 所以目色新约的剧组 意料之中的受到了吐槽 如图所示 在各大评论区 粉丝和网友都在吐槽剧组不作为 以及为了热度 无所不用及其 同时还有很多粉丝的吐槽 牵扯到了女主杨颖 其实如果正常拍摄结束 目色新约整部剧还是值得亲戴的 毕竟男主任嘉伦有锦衣之下 周生如故 一生一世等热播剧 还有华鼎奖十佳演员的演技认证 女主杨颖盛世美颜 同时还有高人气和高知名度 只是如果类似这样的情况继续出现 恐怕粉丝就不会如此期待这部剧了 所以对于目色新约剧组的状况 以及任嘉伦的无可奈何 你怎么评价呢 喜欢本视频的朋友们 欢迎在视频下方进行点赞留言